相关的话题我们请教我们今晚邀请到嘉宾 质疑东方证券行政总裁令长念贤 宁贤你好 你好 宁贤我们看到美国的五大科王股 先后发布了他们的财报 结果全部入全数变脸 频频爆雷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股价也大跌 脱累盈利的主要因素包括了下美元走强 导致汇兑的亏损 还有利率上升对业务的冲击等等 那么尽管他们公布的财报 也导致这个股价大幅度的下挫 但如果以目前的估值来看的话 他们的股价是还没有见到底部 绝对没有了 因为他这个市值都非常的高了 表现最差的就是 以前叫Facebook的Meta 他最主要的收入是大幅度下跌 现在Facebook已经没有什么人用了 他这个搞得新的这个什么什么元宇宙 这个Metaverse 根本就浪费了几百亿元 根本就没有人用 他就是在这个全世界 这个Facebook就是输了给这个TikTok 跟其他的这个社交人间 所以并不是看好 那么这个Alphabet 维远跟Amazon 都是受了这个美国这个经济衰退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展望跟这个利益 都比较差一点 只有苹果能够符合到预期 就是因为它这个销售还是蛮好的 就是在中国这个销售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就是五大客王股全部都是下跌 只有苹果是例外的 是 那我们也看到因为收到客王股业绩 这个差过是一期的影响 纳大哥指数也是连续下跌 另外谈到美国的经济的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美国三季度的经济增速 扭转的记录性的衰退恢复增长 当然这多少消除的事 对于经济衰退的疑虑 但是我们看到了像高利率 已经对楼市造成的压力 私人消费也开始下滑 当然这些都有助于缓解通胀 至于被外界视为 美国通胀重要指标之一的 9月份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 PCE刚刚已经出炉 按年升幅是5.1% 比预期的上升5.2%稍微要低一些 那么现在市场普遍预计 美联储有可能在12月份 会开始放缓激进加息的一个步伐 那您认为这是市场的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 还是您认为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 觉得是有可能发生 因为最主要这个利率 影响美国最主要就是这个mortgage 就是30年这个按借债券 这个按借这个利率 现在是升到7.08 7.08应该是十几年来最高位 这个30年这个按借债券 升到这个高的水平 很多人买楼都卖不起了 现在的新楼每一年 这个年新的供应就跌到是100万以下 那么在美国的楼市来讲 每一年这个新楼动工100万以下 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叫做熊市了 所以如果他的楼市不好 他拖累到其他的消费 就是内用品订单等等都不好 所以我看联储局是有必要放缓 那个加息这个部分 因为他再加上去 就变成美国就是现在经济衰退了 所以我看下一个月 加息应该大概是半厘左右了 OK 那么下个月初 联储忙就要溢息了 那么那么到底加多少呢 我们当然拭目以待 再回到港股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港股今天是逢旗子结穿日 结果在午后跌幅扩大到超过500点 跌到了14800点的水平 这个跌幅达3.6% 远远超过其他的市场 所以有很多投资者都想问 究竟什么样的原因令到港股 又再度跌穿15000点的水平 当然这也确认过去两天的声势 可能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超跌反弹 那未来是不是又要重新回到 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 其实最重要一点 香港这个指数成分 有30%的就是科兰国 尤其是三支 这个阿里巴巴 美团跟腾讯 三支加起来已经超过25%了 那么刚好就是这个礼拜 美国这个五大科技股 也是跟你们说就是爆雷 好像这个Facebook Meta一跌就跌 差不多是三成 这个Amazon跌到25% 这其他的这个Alphabet等等 都是要跌发 所以拖累到投资者 就是赶快估这个科网股 这个腾讯 阿里巴巴 京东等都大幅度下跌 拖累到整个股市了 下跌 这是唯一的就是亮点 就是香港这个一些公用股 就是好像是比较好一点 其他的都是跌的 根本就是不认得了 是 我们看到今天大型科技股 全下跌是今天大跌市的重灾区 腾讯的险首200港元大关 那比亚迪业绩发布前 也大跌近一成 阿里巴巴也下跌近5% 只有你说的像公用股 那像蓝筹当中像港电 还有电人实业 领展这些防守性 比较强的一些股份 是逆时上涨的 当然大家都听过巴菲特说 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们要贪婪 那你觉得现在到底是不是到了一个贪婪的一个时刻 这是最主要的 我就看这个利率的走势 今年这个全世界股市这样下跌 其实两个 就是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通胀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利率的问题 现在通胀了 有一点息像的好像差不多到顶了 但是利率还没有到顶 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就是经济衰退的问题 香港好像应该还没有摆脱 这个经济衰退的问题 如果这个利率已经到顶 这个联储局跟其他的中央银行 不再加息的话了 那么通胀也是回落的话了 我看港股应该到差不多到底 我看最少要等到明年年初了 港股才会到底了 OK 非常谢谢你主席 就我们今天参与点话里说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好 好 好